圣败乃兵家常事 这个说法你一定有听过 而在移民申请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 找有名誉 可信的移民中介团队协助你办理你的移民申请 图的并不是这次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成功 而是由专人指导 集结对于你个人能发挥到最大作用的文档 附加文件大大的提升你的成功纪律 就我们安全移民顾问来说 我们团队从来不怕承认 我们也有尽全力而失败的案子 但是以我们多年累积的经验 我们通常能知道客户的弱点在哪里 例如哪些条件还是要加强 或是外来因素所促成 从而我们帮助客户撰写上述信 或是和他们一起携手塑造一个更有力 提交时机更好的申请 今天的特辑 我将与你分享一宗扭转乾坤的故事 好让你从这经历中摄取灵感和信心 欢迎收看 那今天就让我来跟你们分享莱坞先生和他一家四口的故事 那莱坞先生和他家人呢 祖籍是菲律宾 但是因为他和太太都在美国上大学 之后就顺利的成家立业 成为了美国国籍 他们的两个女儿也是在美国出生的 那因为一个切记呢 在2014年 莱坞先生和他的太太 被他们的美国公司总部 派到了新加坡工作 那在新加坡生活了一段时间过后 莱坞先生和他的家人 爱上了新加坡的环境 和优质的生活条件 他也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适合 把两位女儿带大的国家 因为教育制度也好 又安全 所以莱坞先生和家人决定了 去申请这个新加坡永居身份 那莱坞先生和太太呢 都是有非常高的学历 所以他们觉得申请永居 应该难不倒他们 但是很不巧 在申请的半年之后 他们获得了拒绝通知 那有一天 莱坞先生在上班的时候呢 跟同事聊到了 新加坡移民这个话题 很刚巧 他这个同事 也是通过安亲移民 获得永居身份的 所以他这个同事呢 就鼓励莱坞先生呢 跟我们安亲移民做个咨询 看一下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 那在和第一次跟莱坞先生 做咨询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详细的去问到 他的条件 背景 情况 还有在第一次申请的时候 到底提交了什么样的文件 给新加坡移民局 那当时我们就发现 莱坞先生在申请当中 没有添加任何的附加文件 也没有强调他们在新加坡 做的贡献跟社会融入度是什么 还有一点他们没提到的就是 其实莱坞先生和他太太 有跟另外一名新加坡人呢 一起联手把一个 菲律宾餐饮连锁品牌 带入新加坡 然后在新加坡 乌节路这一带 开了一个餐厅 也雇佣了蛮多新加坡员工的 但是这些在他的申请当中都没有提到 那我们帮莱坞先生一加提交的第一次申请 很不幸的在九个月后被拒绝了 那很自然的莱坞先生就想要上诉 通常如果一个客户的条件没有太大的进展或改变的话呢 我们是不建议上诉的 但因为莱坞先生真的很想要上诉 所以呢我们就尽我们的全力 帮他准备了这个上诉信 基于莱坞先生被拒的时间到上诉的时间太过短 所以我们在上诉信里只能强调 他在事业上的成就 他所累积的工作经验和技能 还有他们在新加坡的这个餐厅 对新加坡的贡献是什么 那在上诉信函这方面我要补充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 因为时差太短 很多申请者呢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太大的情况改善或进展 尤其是在事业这一方面 所以移民局没有一个很特别的理由 为什么要这次突然间的批准你 因此通常上诉信在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呢 很多时候是无效的 那很自然的莱坞先生的上诉在提交了四个月之后 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被拒绝了 那莱坞先生和家人呢也不气馁 还是决定让我们帮他申请第二次 在第二次的申请当中 我们决定了采取180度的改变 这次我们就让莱坞先生的太太 称为主申请者 因为莱坞先生太太本身的条件也很好 学历又高 也是公司的高层之一 也持有着一批 所以他可以成为主申请者 同时莱坞先生这次也想要 全心全意的投入他的餐饮事业 所以他决定从现任公司离职 全职经营他的餐厅 那他就把这个餐厅做起 雇佣更多的本地员工提升业绩 那因为重新申请跟上诉不同 上诉通常我们是要越快上诉越好 但是重新申请必须等待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提交 所以我们这次就有充分的时间去帮莱坞先生和家人准备其他的附加材料 其中的一点就是让莱坞先生和家人参加这个中华游泳会的会员 莱坞先生和家人也很踊跃地去参加这个中华游泳会所举办的社区活动 因此促进了他们全家的社区融入度 再来莱坞先生的两个女儿也报读了新加坡的国立小学 综合了这六个月内所有的进展 我们再次帮莱坞先生和家人提交了他们的PR申请 那这次的申请等待了大约一年 但是在一年之后我们就获得批准通知 莱坞先生和家人或是被批准的时候 当然是非常兴奋开心和欣慰的 因为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收获了 那他们下一步就是想要为入籍而做准备 那在这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不要只想着一步登天 移民中介并不是魔术师 我们没办法百分之百的保证你的申请一定能够通过 因为主管权在于移民局 在专人的指导下 你能够确保的就是 在每一次的申请当中 你都能够体现出你最新的进展成就和贡献 只要你食之不渝不气馁 总有一天你的移民梦想都能够成真的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啦 我希望莱坞先生的故事给了你不少的灵感 当然身为资深的移民顾问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精彩故事可以分享的 想要听完吗 那就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